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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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也就是说1700点去乘以200块钱 要承受1700点的波动需要34万 再加上一口期货的保证金是10万块钱 所以我们会建议客户呢 一口要放44万的保证金来做期货交易 OK 那我们不知道对于观众朋友来说 大家是怎么想的 我们直接上街头来问问看大家的想法吧 我们来进一段VCR 如果今天你有一笔钱 你会愿意放多少的比例在期货 零 我不懂得如果去掌握它 怕没办法掌握 我不是怕我没办法掌握 我是没办法掌握 我不会想到买期货 风险太高了 尤其是我们这种年纪更不应该 可能不会吧 这个东西我们散户不太敢 可能不太敢去接触这个东西 我不知道 因为目前还不知道它是什么 所以还不知道要怎么去做配比 三分之一吧 因为不见得是稳赚不配 差不多十分之一左右 因为本来理财预算就只有那样子 应该只有10%吧 市场是好的话 基本上就 可能就拿我三分之一的钱 就拿一只收投资这样 基本上期货可以做一个避嫌的吗 那我觉得百分之十到二十吧 十到二十 我个人认为 我相信是三到四成吧 因为始终你会耍了一天 期货如果是我第二职业 我可能就可以放个50%到60%之类的 我觉得是OK 如果以比例来讲的话 可能五分之一 大概可以50到60% 这么多 对对对 因为虽然说它是风险有比较高一点 可是它就是赚的速度也会比较快 所以你是比较大胆的人 对算是比较大胆 我是几乎扣掉固定开支的话 全部都放进去当保证金没有问题 反正你放在那边 你不要用也不会消失啊 大概会放个30万到40万吧 所以是30% 差不多对对对对 因为毕竟投资这种东西天生是带风险的 还是要谨慎一点 当然如果自己进场之后 对整个局势比较了解 可以在健康的加码 健康 那你最上限是几%? 60到70吧 愿意放这样 国内也是要很谨慎的风险衡量之后 才会下得住 这个主要看你自己个人的那个 个人投资的属性 因为有些人可能只是为了赚退休金 有些人是为了在这条路 可能在交易的路走很久 像我我可能就会 百分之八成到九成都几乎投进去 如果不论股票 你是期货的话 你有一套策略 那这套策略你可以执行的话 那你就直接投进去嘛 反正赚了就比定存还高 好 我们刚刚听下来喔 张总跟我们的蔡副总 刚刚有没有听到 有人说今天玩期货 他听到朋友 是用上千万跟上亿的 那刚刚也有人说的数字蛮小的 是50万跟60万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问张总的是 到底我们手头上要多少的资金 才可以开始操作期货呢 我想操作期货 有一个重要的关键点 就是一定要用闲置资金 可以输得起的资金 那我比较建议就是说 在你自己的闲置资金里面 可以拨百分之十 所以去做常识就好了 OK 那再请问一下蔡副总 请问一下期货跟现货 这两个差异到底在哪里 好 那期货呢 其实它就是一个买卖契约 那现货呢 其实就是期货的标的物 那比如说呢 我们可以再讲说 它的一个价格 它其实是非常相近的 那如果呢 在整个现货的一个 期货呢 只要是比现货价格还高的时候呢 我们就称为它是正价差 那如果假设呢 它是期货比现货还低的时候呢 就称为逆价差 那当然之间呢 最大的差异是 期货它是有个杠杆倍数 那它有到期日 那另外呢 它最重要的就是 它还有一个避险的功能在 OK 所以其实要开始交易期货 并不是这么的困难 只要我们找对了门路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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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